相信大家对潘金莲和五大郎都不陌生吧 在《水浒传》的著作中 五大郎是一位身材矮小 面向丑陋的小矮人 但是却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千金大小姐 潘金莲风流成性出轨杀夫 这个故事一直流传了几百年 我们可能误解了他们六百年 最近河北发现潘金莲墓 为我们揭开了隐藏六百年的误会 1992年河北省清河县出土了一座古墓 这座墓里面的棺材是一座玄关 古代时候玄关是特别重视的 除非是一些功成名就的人 或者是深受百姓爱戴的诗人 再或者是一生清廉的父母观 为当地百姓做出特别贡献的人 才会享受到这种规格 我们都知道在传统中国的丧葬仪式之中 一直都讲究一个入土为安 一般来说都将人埋葬在土中以求安稳之意 但玄关的规格在古代南方时候慢慢兴起的 也成为了南方一些地区尊重逝者的习俗 在南方有些地区 他们通常会使用玄关的这种方式 因为他们觉得越高的地方就越是接近神灵 也越是能表达对侍者的尊重 可是这里是北方 为什么这座墓穴会出现玄关的方式呢? 专家带着疑惑慢慢将棺果放下后发现 棺果竟然是采用金丝楠木而制成的 在古代金丝楠木 还有另一个名字叫皇帝木 因为在明代时期 朱元璋曾下令不允许私人用金丝楠木制作棺材 不管你身份地位多高 不管你多有钱 只要被抓到都会严惩 只有皇室才能使用金丝楠木 曾经朱元璋让人用金丝楠木 做了一个很小的盒子 然后他把盒子里面放了一小块肉 过了很久 他打开盒子发现 里面的肉连颜色都没有变 从此金丝楠木便成为了皇室专用的材料 传闻乾隆皇帝观果的材料选用 还是在明朝朱棣墓中挖的 这座墓穴呈圆形结构 是一座玄关木 随后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放下棺材 然后慢慢地将棺材打开 发现里面只有一些人的骸骨 随后考古人员立马对棺材中的骸骨进行研究 研究结果显示 这位墓主人的身高在一米八以上 随后考古人员根据墓中发现的墓之名推断 这座墓主人的名字叫做五直 也就是水浒传里面的五大郎 但是从海谷分析结果 看这个五直 并不是水浒传中五大郎矮小的形象 后来专家又查阅了五师族谱中记载 五直其实跟水浒传里的描述大不相同 他不仅没有卖过吹饼 并且还长得相貌堂堂 举止文雅 能文能武 然后还科考中了进士 当上了一方之险 而潘金莲也并不是电视里演的银党模样 真实的潘金莲是一位大家闺秀温柔善良 遵从三从四得的千金大小姐 河北省青河县有一个五家村 这里的村民都是五支的后人 并且还在村里修建了五家祠堂 在这里专家们揭开了一个隐瞒几百年的事实 经过专家查证后了解到 潘金莲不仅和西门庆没有任何交集 并且还是一位温柔贤会知书达理的富家小姐 之前她和五支两人并不认识 因为五支从小就家境贫寒 但当时潘金莲家里则是有名的富商 然后五支青年时靠着年轻力壮 便去了潘家打杂 因为五支一身正气 品行端正几年下来 深受潘家喜欢 然后潘家老爷见五支勤奋好学 于是就拿出了一些钱来资助五支读书 并且将自己的宝贝女儿潘金莲许佩计他 经过五支勤奋刻苦的努力 后来考中了进士 然后他也被排往山东的阳谷县去当个支县 丈夫龚承明就走马上任职时 肯定带着一家老小区认职 他们夫妻一共育有四个孩子 五支在当任职时期 一身清廉 深受百姓爱戴 然后他的名声也在失利八相传开了 这人怕出明珠怕壮 在五支幼年时 有一个玩伴名为运哥 这个运哥 从小是个卖力的小贩子 与五支相识后 两人慢慢地结成了异性兄弟 见五支当了官 就跑来找五支 想要某一个好一点的生物 见到忘年好友来找自己了 五支夫妇热情款待了好友 在运哥走后 还给了他一些钱财 但是始终没有答应让他在县衙里当个差 因为五支 与他是多年好友了解他的为人 心底天高 至大才输 遭到五支夫妇的拒绝后 运哥拿上五支夫妇赠送的钱财就走了 可是半路上 他越想越生气 越想越嫉妒 后来为了报复五支就直接四处散播 五支夫妇的流言蜚语 而巧的是在阳谷县当地 确确实实有一位叫做西门庆的人 而且这位西门庆在当地欺男霸女 无恶不作是个十足的地痞混混 因为仗着自己身后又一个太监义父 所以才敢这样 无恶不作 有一次他因为与人发生纠纷 被抓到了县衙里 而五支本身就是一身青年 肯定不会惯着他将西门庆治最后 还被五支打了几板子 此后西门庆就对五支一直怀奔在心 想着日后一定要找个机会报复他 这天正好他在街上听到一些 关于五支夫妇的闲言碎语 于是他便心生一计 找到散布谣言的运哥 随后两人自己商量 一番决定一起同流合污 报复五支夫妇 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满 他们俩是又是张贴传单 又是四处散布谣言 经过这俩人的一番折腾下 从此五支的清官形象 在百姓心中毁于一旦 而自己的老婆也未能幸免于难 潘金莲的名声 也遭到了严重的侮辱与诋毁 这时恰逢施奈安游行到此 于是便写下了 《水浒传》中《五大郎》和潘金莲的情节 也正是施奈安所写《水浒传》中的一些情节 过度地丑化了这对夫妻 给两个姓氏的后人带来了许多困扰 更是将潘金莲定在了道德的耻辱柱上 后来施奈安的后人专程上门给五星族人道歉 并且还为五大郎和潘金莲诉了造像 后面还挂着一副道歉诗 并且加以文字澄清 也终于是为两位受冤的历史得以证明 专家也感慨到 我们错误地被骗了六百年 最终这段颇受争议的历史终于云开见日了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这项发现梁山伯木 悲文记载生平往事 专家说 化碟真相被揭开 关于爱情 我国自古以来 有许多民间传说出现 比如白蛇传 梁柱花蝶等 因为这些都是民间传说 所以人们并不知道故事的真假 但很多相信爱情的人 会认为这些爱情故事是真实存在过的 相信这些爱情故事的人 更会将这些故事当作人生信仰 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去寻觅那个对的人 更有甚者有人会极力去证实 传说故事里的人物 是真实存在过的 爱情故事 最容易被证明的就是梁柱故事 这个故事的真假 人们心里一直有着疑惑 这两个人到底存没存在过 在这一项发现的梁山伯的墓 工作人员在墓中找到了答案 工作人员通过背上的名文确定 墓主人确实叫梁山伯 通过查阅资料工作人员得知 东晋时期确实有一位名叫梁山伯的人 他自幼聪明好学 后来进入官场 成为了一名清正联名的官员 这样的官员将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 他本想做出一番事业 可惜天不遂人愿 在一次水患之中 梁山伯没有想出办法 让百姓遭受了灾害带来的惨重损失 之后他一直郁郁寡欢 深感愧疚 最终他因纠结于心而去世 有关梁山伯的配偶 记载的人却并不是住英台 他在中年时期就失去了自己的妻子 所以通过种种迹象 工作人员得出结论 并没有梁柱化蝶的真实事件存在 或许人们创造这个故事的本意 就是期盼像梁山伯这样清廉的官员 能够拥有纯粹的爱情 古人大多遵循着包办婚姻的制度 正是因为长期的盲婚雅架 才会让古人格外期待自由恋爱 于是梁柱的故事就这样被创作了出来 不管梁柱化蝶的传说是真是假 我们看中的都应该是故事本身 想要传递给我们的思想 而不是执着于故事本身的真假 关于爱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悟 总有人会羡慕他人的爱情 却不懂得珍惜身边之人 不懂得珍惜的人将很难拥有幸福 感情再一次次地消耗 便会让对方舍你而去 所以大家更应该珍惜眼前人 梁柱化蝶的故事 并不存在于历史长河中 但谁又能保证平行世界里 不会有一对痴情男女化作了一对蝴蝶呢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